轻能源汽车 纯电动汉码 正在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汽车展区率益昂然 各大车企品牌纷纷推出一系列轻能源汽车 助力节能减排 在米其林展区 一辆耐力赛造型的汽车颇为醒目 据悉 这是全球首辆轻能源赛车 也是本届进博会首票通关的产品 它本身就具备了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是零排放 因为它是燃料是轻 那么它排出来的这个排放就是水 所以说对于环境而言 它是完全无污染的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台赛车上 它这个轮胎 它有百分之 下面写了个46 那这个46的意思就代表着 这个轮胎其中有46%的成分 是可持续材料 让这台赛车整个成为一个 绿色环保的一个赛车 据介绍 这辆车已经在法国的勒芒赛道 比利时的斯巴赛道 和英国的古德伍德速度节 都做过自由练习和测试 总测试里程已经超过几千公里 目前这个赛车 在现阶段 它可以达到最高时速是300公里以上 然后0到100公里的时速 加速时间大概是在3.4秒 它在轻能源赛车领域当中 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第二台 只有这一台 现代汽车 起亚 展出了氢燃料电池专用SUV车型 目前这款车 已在韩国销售 预计2022年引入中国市场 丰田汽车则展出了一款 将为北京冬奥会提供保障服务的 氢燃料中巴车 该车还是一款福祉车 专为残障人士设计 它是在中国进行现地生产和组装 我们坐轮椅的这个运动员 他可以不下轮椅 通过我们的机械臂和升降台 就可以自动进入到这个车内 通用汽车展出了一辆纯电动汗马皮卡 这是本款车的中国首秀 据悉改以电为动力的汗马 巨大功力可达1000马力 0到96公里时速 加速时间为3秒 续航里程可达563公里 此外 汽车展区还展示了轻动无人运输概念车 轻动应急救援车 以及电动飞行汽车等等 可谓绿意满满